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光潭 上个周末天气不好,所以重温了教父123 一直看他们吃西西里美食,看馋了 所以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一下西西里的Cannoli 那我们先来做这个Cannoli的面皮 盆里面先加意大利的零零粉、可可粉、桂皮粉、白沙汤 先混合一下 现在加黄油 然后先用手把黄油融进去 稍微做了一下之后,加白葡萄酒粗 葡萄牙的煎红酒 Port wine 还有一个鸡蛋 那现在要肉面大概七八分钟 揉到表面光滑,然后剩半个小时 面皮干到零件五毫米之后 我们就用模具刻一下 那我们现在要用这个模具把这个皮圈起来 所以先在顶部放一点蛋白 然后把这一部分黏上去,这样就好了 现在要在一百八十度的油炸,大概三十秒 那我们现在准备馅料 在盆里面放利克塔制式 再放糖粉 先搅拌在一起 里面加一个柠檬的皮 然后搅拌到均匀 那这个干努力就做好了 所以很代表稀稀利的一个简皮 我今天做了两个风味 一个是开心锅 一个是我左肩做的糖子春子皮 我来尝一下 那这个干努力的口感就很丰富 外面就脆 然后里面这个里克塔制式 就是新鲜制式 所以有一点酸和这种奶味 在里面再加柠檬皮 就很像了 怪不得他们在脚腹这么喜欢吃这个东西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